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听奇案柳叶刀 跟我们一起解剖悬疑奇案 我是你的朋友Rex 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 还是我们的老朋友了 曾经在检察院工作过的 法医张永泉律师 哈喽 大家好 咱们今天 你看咱们节目叫 奇案柳叶刀嘛 咱们今天正经来一个奇案 咱们前面讲的案子 也都是奇案 但是一说到奇案 咱们好像感觉都是那种 哎呀 悬疑 然后要死人嘛 就显得很阴郁 对不对 就很可怕 弄不好里边 哇 出来吓唬人 很恐怖什么什么东西的 对呀 一般来说都是 悬疑和惊悚连在一块吗 惊悚悬疑吗 对对对 一般是这样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 要讲的这个奇案呢 还真不怎么惊悚 你要说死人嘛 这书里边死了不少人 得死了七八号人吧 对吧 但是这些人死的吧 让你觉得 这不是血腥的问题 就觉得那么好玩 那么搞笑 就属于这种 搞笑 对对对 所以这就是一个 咱们之前没有讲过的一个 新的一个奇案的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 你看咱们之前讲的 都是一些经典的侦探故事 对吧 不管是阿加沙的 不管是福尔摩斯的 还是怎么着 都是已经盖棺论定 这就是侦探小说的 要不是鼻祖 要么是典范 对吧 这回咱们讲的这个案子呢 它有点像故事会 它就是一个喜剧 是什么呢 咱也别卖关子 而且他是一个现代人 写的 是紫金城的 你算新书了 第一智商犯罪 紫金城老朋友了 我还看过他写的不少作品 最近也比较出圈吧 引力的角落看过没 茶叶南鸣看了吧 改编的电视剧 都是比较出名的 对吧 是 他这个 哎呦 底纸上犯罪 那体量老大了 这个 七八条人命 两个公安部危机通缉犯 这个两个犯罪团伙 还一跨国的 然后还有若干的杀人案 然后死了一大堆人 对 你要听到这个规模 听到里边涉及的这些案子 你就觉得这签子 哇天 这肯定是特恐怖 肯定是这个推理 这脑子得烧的不知道什么样了 对不对 烧脑 烧到自己烧成低智商了 都已经 我觉得 是这个意思啊 低智商犯罪 不是这个意思啊 因为他之前写过高智商犯罪嘛 但是如果来一个低智商犯罪呢 明显就是对自己的一个 应该叫一个突破 确实是 因为这个书 跟他之前那些治愈系的书不一样 治愈系啊 导致的治 阴郁的郁啊 你看这书之后 你都抑郁了 这个意思 你看里边怎么那么黑暗 他确实也能写那样的书 而且他就是写这样的书出名的 但是呢 这个低智商犯罪就完全不一样 对吧 然后他写的其实是一个喜剧 你要想对标的话 你不要去对标福尔摩斯 不要去对标阿加沙 就一下全死人了 怎么着 不是那样的 你要对标 就对标电影啊 这个疯狂的石头 疯狂的赛车 宁浩导演导的这个东西 还有之前那个 鼻子我两杆大烟枪 就这样的 他实际上是一个闹剧 实际上你要说的话 更像是个故事会 就阴差阳错 各种巧合中间凑在一起 但是呢 特别好玩 他属于这样的 因为这种东西 其实我知道的 很不好写 就是人物太多了 线索太多了 我们这个尝试了半天说 咱们要把这故事 要不要讲一遍 讲一遍这事算了吧 这要讲一遍 里边人太多了 我讲了后边人 肯定前面你就忘了 说谁是谁 肯定搞不清楚了 咱呢也大概 也就只是捋一捋 咱是奇案柳叶刀嘛 对吧 咱上次你讲什么的时候 还说来着说解剖嘛 对吧 柳叶刀解剖 咱分一个系统性解剖 和这个局部解剖 对吧 那咱局部解剖一下就得了 你要真系统性解剖的话 这个书 望而却不过你自己去看吧 是啊 照着七八个小时吧 那也没这么大的 精力和体量 大家可能听着也烦了 现在也正好 吉马拉雅有这个 专门的广播剧 大家如果真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去听我们的 这个主推的这个广播剧 对 所以咱们跟这广播剧的 这个意思不一样 就是咱是奇案柳叶刀 咱重点在分析 所以这个故事呢 给大家简单的捋一捋 有个框架 大家知道怎么回事就行了 真的这个细节要讲完啊 我估计你们都睡着了 不是说我们没本事讲精彩了 是要想讲完的话 这一个钟头真打不住 两个钟头 三个钟头退了 里边要想把这人物中间 阴差阳塑这些事 全给你捋清楚了 咱就直接改节目名吧 咱就直接要讲 这完整的故事就麻烦了 好吧 这个故事其实呢 你要说框架的话 背景并没有那么复杂 这个故事发生在一个 叫三江口 当然这个名字是编的 这就是个县级史 主要人物呢 是警察了 对吧 警察抓到了 老朋友了 这个张阳同志 这个要是说之前看过 这个紫禁城的作品的话 应该对这人有印象 一直是跟在之前的主角 高洞身边 算是他的徒弟一样 像之前的高智商犯罪 甚至说包括长夜南明 里边都有他的身影 这次他要翻身当了主角了 他不再是作为一个陪衬 或者是一个线索人物 出现在这个剧里边 而且咱可以说 张阳最后是硕果累累啊 对 这主角没白当 但这主角跟其他的这种侦探小说 什么这个主角可是完全不一样 他是怎么说呢 人家突然凭本事 他呢也是凭本事 但是这个里边啊 运气成分可能更多一些 运气也是本事啊 难道也是 难道也是 行吧 这个故事的开头 就是这个张一阳同志啊 空降到三江口市的公安局 来当副局长 来主管行政 他为什么能空降呢 因为他上面有人 对吧 就是刚才说的高洞同志 他是高洞的这个得意弟子 是吧 然后呢 正好这地方副局长有空缺 为什么有空缺呢 因为这个副局长半年多之前失踪了 哎 你想一个公安局的副局长失踪了 半年多就没调查出来 所以这个事情要去查 对吧 然后就派他来调查 这个副局长的前任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底失踪了 生要见识死要见识嘛 对吧 但是他背后的真正目的 实际上是因为他这个顶头上司 就是这个高洞啊 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匿名信指指的是他在这个公安厅里面的 另外一个竞争对手啊 就是他那个另外一个副厅长 对吧 然后这个副厅长跟这个三江口市这地方的一个负商 有勾结啊 那是他的一个侄子啊 这个背后啊 你看表面上也是风风光光的合法商人 但实际上是 说他跟这个黑社会啊 跟什么就犯罪集团有关系 嗯 所以就是这么一鸣一案 两个目的把他调过去 由此开始就揭开了这个帷幕 当然他去还不是自己一个人去的啊 咱们不是说了吗 就一般那个侦探啊 都是两人组 对吧 你看福尔摩斯带着华生 对吧 大侦探波罗还真不带人 有时候也有 他是总换换搭档 一会是这个医生 一会是那个警察啊 然后他也是有人在跟他打配合 对对 反正是要有搭档的 对吧 你看到好多这个小说啊 还有那个电视剧 我是看过那个日本那个长生不衰的电视剧 叫相榜 对吧 就是两个一哨 他总要有搭配的 两个人 你至少咱们也分析过吧 说这个侦探小说里边 为什么要老有这么一个搭档 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 他得出来跟我们揭秘啊 对吧 你侦探在这解密 怎么那么着 他按照那个正常人来说 他不会到处跟你说明白这事了啊 对 总得有个原方吧 对吧 大人到底怎么回事 大人你这是什么啊 总得有个来捧了 对不对 你得给侦探一个说话的机会 给他一个台阶嘛 对 你得问问题啊 对吧 你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边才能顺理成章的说出来 你不能没事 到时候就说 我告诉你 这是怎么弄 这事 人就没有这个 所以这也得有 但这个搭档可就 跟那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 美女 美女 女警察 而且他跟他 其实一开始 他都不想带他搭档 因为什么呢 这个女警察呢 也是个关系户 他是部里边 某个领导的侄女 带他过来呢 也就是历练历练 说历练历练历练呢 其实是因为上面觉得这个刑警啊 太危险了 但是他就老想当 就想着让他带过去看看 这个刑警有多危险 然后他就打消这个 对吧 但是这个 这个叫李倩嘛 这个李倩这姑娘呢 又特别愿意闯 对吧 总是自己出去搞点啥 搞点啥 然后呢 这个局长啊 这个张一扬同志 就得老得去救我 救了他 结果呢 救他呢 里边硬查阳练 就会有些不一样的收获 所以这个 所以说张一扬去的时候 这几个目的 只有这个打消李倩当刑警 这个任务没有圆满完成 你看你这已经 反而坚定了李倩继续当刑警 我估计啊 如果紫金城后边再继续写啊 可能李倩还要出现 这就是铁了心的 要当一线刑警了 真刺激 真好玩 真有意思 是 为什么有意思呢 因为出师 这就是大胜仗啊 他你看吧 这个张一扬一共破了多少个案子 你给捋一捋 有什么案子 都什么案子啊 有爆炸抢劫的 有 有过失致人死亡的 有寻衅滋事的 有破坏金融秩序的 有故意杀人的 这还是这里边出了N多条的人命啊 还有职业杀手 还有收赃的 还有窝藏罪犯的 还有倒卖文物的 还有这个肯定还有植物犯罪呀 你来的时候 针对了很多的上级的领导 也确实 他们有一些官商勾结呀 这种行为 这植物犯罪的可能不归上阳管 但是案子从那这起了 最后肯定还都要 并到这个整体的这个犯罪事件里边去 那这个案子很复杂了 这肯定 这就是一个案子 这里边 这多少伙人呢 对吧 是 十几伙 妈呀 所以啊 我刚刚为什么说 咱们这个案子没法讲 就是这十几伙 咱把这人混了 的时候都麻烦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插和在一块 咱们说疯狂的石头吗 就是那种 每个人都在自己的逻辑之下 做事情 结果阴差阳错 搅和到一块去了 也不知道怎么着 稀里糊涂就全陷进去了 你想 咱们说一开头这俩笨贼吧 这俩笨贼就是为了抢劫 人家也没想杀人 对吧 结果最后还摊上人命官司 人不是他们杀的 可是最后烙到他们头上了 这种事也就是 不过这书啊 你看到一开头的时候 你就知道 他不打算认认真真给你 讲这个故事了 就不打算给你讲一个 特别严肃的破案的故事了 你就看开头 他这两个笨贼 去抢劫的时候 一开始弄得特专业 对吧 在林市 全市三个地方 搞那种爆炸 遥控爆炸 也没伤人 就是一个垃圾桶啊 或者是树底线啊 就有爆炸了 有爆炸物了 那肯定公安要出警啊 要封锁周围啊 不知道还有多少爆炸物 对啊 遥控爆炸 弄得还挺专业 然后呢 实际上他是趁乱 让这交通都堵塞了 然后趁乱到郊区一个金店 去抢劫黄金 抢劫饰品 抢劫这些东西 抢劫珠宝什么的 然后呢 这里边就有 你就看到这些 他里边写的这个句子啊 你就知道 他不打算给你好好讲个故事 怎么说呢 他一上来就说 我去抢 你们都把东西都交出来啊 这个这个玻璃柜台啊 玻璃柜台啊 他不直接砸了 直接把钥匙给我 我不交 把钥匙交出来啊 老子数数啊 数到三不然就杀人了啊 杀 这个 说你还得劝人家 说啊 我相信你们一定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 你们肯定很害怕 再考虑要不要把钥匙交出来 这道理很简单啊 上班赚多少钱呢 有必要为这点工作大胜性命吗 你就记住一句话 命是自己的 钱是老板的 结果 一个女人抬起头热热的说 我是老板 你看到钱是 马上改词 钱是身外之物啊 命是自己的 钱还都在赚 快点把钥匙给我 反正怎么着 就得还是得追我开枪 还是得怎么着 找不着要是怎么办 直接砸 反正不管怎么说 这个东西是要抢的 为什么他俩是笨贼呢 就是抢了半天之后 拿回去的东西 两人团伙嘛 一个还稍微透明一点 对吧 另外一个真的就是笨贼 然后他还负责拿东西 这边给他控制局势 那边拿东西 拿了半天拿回来啥 这个财神像 他说你看这是何田玉的 何田玉我们知道 这玩意要想个大了 我的天太难找了 就是贼大的一个 何田玉的财神爷 这东西我们知道 一般都是一进店的时候 冲对门的就是个财神爷 那东西 要不就是树纸的 要不就是玻璃的 反正这还挺沉 应该是一玻璃的 对 抢金店 抢了个财神爷回去 这个也真的是够可以的 这俩 老倒没蛋了 这个抢好容易吧 冒着生命危险 抢了一百万美元 这还 美元还没换成人民币呢 等车的时候 让人调包给换走了 塞给他们一死尸 马上回来 这个让警察盯上了 好像一逃了命了 又看着了 骗他们箱子 这俩小毛贼 还刚要追人家去 说这个箱子的事 让人泼了一身粪 马上回来 还卷进了这个 当地两大团伙 最终的火瓶的 这么个犯罪现场 对 好在最后 被英勇的人民警察 给解救了 绳之以法 算是救了他们俩的命 这要照着这故事发展 这俩人命保不住 我觉得也是 对 你惹当地的首富 然后上人家里 给人屎都打出来了 这黑道老大 能饶了你的命 对 得亏是同时落网 对 所以说 你说他倒霉 还是走运吧 反正是俩笨贼 其实这些事啊 你要说的话 他就是那俩蝴蝶翅膀 就是他们在这一扇呼 把这事整个 都给搅合下来了 然后呢 他们是想去 他们也有追求的吧 对吧 他们要抢一套大的 他们发现 你说抢金电这事 搞了好几回了 也抢不了多少东西 也不能老这么抢 而且还搁着这老抢财神爷 什么的 这不行啊 这个 不是个长久之计 得抢票大的 什么东西是大的呢 就一看说 咱们去抢贪官 贪官的钱都不是好来的呀 你抢了他们之后 他们也不敢声张啊 这个思路其实挺对的 对吧 挺对的 然后他们就跑到三江口 说这地方小 为什么这地方小呢 警察局副局长 失踪半年多了 愣没找着 你说这是不是 当地警察 无能 自己局长都找不着 还何况抓咱俩呢 对 所以就去了 结果呢 还找一贪官 找一贪官呢 咱得说 那确实是贪官 对不对 但这贪官啊 表面上看上去 那就是一个当代海瑞 太清廉了 太清廉了 但是这贼啊 人家有经验 说越清廉的 那越是贪官 越伪装成自己清廉 因为他特别 特别着相嘛 佛教说法 他就是特别在意 外在的一些东西 那个天天 骑破自行车上班 就骑给别人看 对啊 这一看 这家里肯定有好东西 对 人家也有道理啊 人家说你看 我找了不同的 这个照片来看 他每时候 确实都在骑自行车 但骑那个破自行车 每次那牌子还不一样 你说你破自行车 你来来回回老换 你什么情况啊 对 刻意的啊 这个车坏了 我还得再换一破的 就要二睡 不要新车 其实你看 这思路也没毛病 对不对 其实还真是 后来呢 他就想办法 到了这个 这个贪官的家里去了 但是他家里边 就让他大跌眼睛 那那那破破烂烂的 对吧 到时候都是破东西 烂东西 那地板都没装修过 石货 什么东西 对啊 这就是我们有经验的 是吧 你有经验哈 我有经验 这个 我还真有经验 这个当初 这个有一个博物馆里边的案子 我们参与的 这里边确实是有好东西 这个具体的详情 我就不说了 你大家说这一次呗 对 都是文物古董 这一类的 这也是 家里都是文物古董 算个雅滩官 雅滩官 这个雅滩官 他收的都是雅惠 所以呢 就是当地省妇 就是这个张一扬 要去抓的 那个当地首富 还要给他行贿 要拿批地 就这种事 对吧 然后你说 送什么东西好呢 那得送福字 这个文人都是字画 讲究这个东西 买一个好的东西去 买啥呀 花了50万 买了副余诱刃的字 哦 真是数法家了吧 很有名啊 50万 到那个地方去 你不好直接去找人家吗 到工作单位去能行吗 对吧 直接到人家里去 也不行吧 就是了解一下 人家那个作息也是 七个自行车就出来了 出门了之后 哎 路上就拦住了 这个名叫方老师 是吧 方老师 您给我们这个 这有一副余诱刃的字 您给品评品评 品鉴品鉴 是吧 本来想的是 人家一说 哎呦 这个字可不错 哎呀不错 好这个东西我也不懂 配不上我 这个东西孝敬给您 两个人关系可能就搭上了 对呀 就有人一看 这假出圈了 后来咱知道啊 这个花500块钱买的 500块 就是他底下的这个亲信 其实坑了他了 老板说要把50万买 50万啊 50万 过去找底下说 我给你500块 你给我一副余诱刃的字啊 对吧 就回口吃到老了下去 对吧 对啊 这500块钱的余诱刃的字 你就想想吧 这真的才怪的啊 说那什么真的啊 带您到家里来瞧下去吧 一看家里边说 这才是余诱刃的字啊 这是什么官窑的瓷器啊 这是什么黄花梨的什么什么家具啊 这是什么子坛的 哎呀 这个地方吧 要是有一幅编中就好了 嗯 明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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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家里边 你看都这么有文化 这东西 不像我们这个 这个家里头 除了钱 没啥别的东西啊 这个事 哎呦 不过编中这个东西 不好搞啊 你要搞个宣德卢 可能还好搞 这编中的国家都有数的 这我上 我上那个湖南博物馆 给你偷一个去 湖北 湖北省博 湖北 人体天点名啊 编中一号 编中一号得到 对吧 这编中上哪弄的 对啊 怎么办呢 那你得想折 他们就去想折 我还得找这个 卖我假字的这个 卖我假鱼游刃呢 有没有门子 给我弄边中下 对对 就他就折腾这事去了 但是呢 刚才说的那俩那俩贼啊 就正好在这 就听见这事了 说这家里边 这些东西都是文物 你说值不值钱吗 值钱 但是销赃 这事是个问题啊 对不对 但是听这个首富可说了啊 他们家可都是 对吧 我们不像您那么有文化啊 我们家就是钱 就知道钱 对 所以这俩贼 就去准备偷手户去了 这就是其中一截 我就跟大家 咱们稍微往戏 巴拉巴拉这条线 也就是 哎呀 这里边像这样的线啊 十几条呢 大家都在自己的动机 逻辑里面在行动 你看这是笨贼二人组一号 那边还有笨贼二人组二号 那俩贼也是 家里边收破烂 收破烂呢 家里边也是啥也没有了 然后呢 好不然盘下来 房东过来收钱了 说你这不行 这个他们的房租没交 你得交半年没交了 倒霉吧 然后呢 这不光是乌漏偏封连野语 结果吧 这个他们家这小弟 这个还欠了信用卡的债 欠了不少钱 这样的信用卡债 用的还是大哥的名字 对 大哥被迫了 给拖进来了 大哥说你看 银行一点也不仔细 明明是你欠债 怎么写我的名字呢 我拿你的身份办的卡 这钱就是算你欠的 对 这个叫信用卡诈骗啊 咱们不能用别人名字的卡啊 这个本身行为就违反了 用自己名字也不能诈骗啊 还套钱 都是犯法的事行吗 这咋办呢 那那搞钱啊 需要短时间多搞点钱 其实他也就欠个三万块钱 但是对于收购二百来说 三万块钱是不少钱了 因为他前面已经出去 N个三万块钱了 爬下这地儿也花了三万 然后给人补交房租 花了三万 这怎么弄啊 一看院子里边停着个破出租 收破烂收的 还能开 还能开 弄个套牌了 弄个套牌咱出去开出租去 这车 这报废车本来应该也是 上的出租那种颜色吧 然后也弄了一盘 出去干嘛呢 嗯 家节道嘛 专门 专门干人家 人家乘客 把东西 在车上还没拿行李 然后一溜烟就跑了 对 就是套人家行李 对 所以这俩贼你看也没啥出息啊 本来想了也没干什么大事 对吧 就弄几个行李箱 够那三万块钱 能还行一会就行了 没什么追求 结果就没 这回抢大个了 这大箱子一百多斤 一看一百多斤 肯定值钱 开开一看 好 真够值钱的 里边一个死人 你说这种事情太惊悚了 这个 你看 所以说这个书里边设计的全是这种巧合 巧合巧合 在你看 他在出租车上面 俩人嘛 对吧 后边那个后座的人 打开这个箱子 一看死人 前面就肯定好奇 你这看见啥了 就这样一看 哇 死人 他开着车呢 然后就跑到对面车道去了 对面正好来一车 对吧 那怎么办呢 人家一让他自己撞树了 你还挺道义 咱说啊 开车让速不让道 该撞就撞 保持双方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对 该撞就撞 因为你这个 迎面撞上 估计也没了 那不行 对对对对 所以迎面来一大奔 撞树上去了 这大奔又是另外一条线 我的妈呀 所以说这写的真的是 这个乌漏偏风 连夜雨 连白天雨 这又等于 外部又欠了一笔扇 对啊 反正车撞了呀 还是因为你的原因啊 甭管是接触的 车是没撞上 车是没撞上 但是是因为你 才撞上树了 对不对 对 你也得赔人钱 他法律上来说 可能不用赔 但是那对面不宜不饶啊 因为对面的车不是自己的 要赔的话 他就赔老子家去了 是啊 他也赔不起啊 这顶级大奔 他就是一个4S店的员工 然后开着老板的车出来 想着就赚个外贯 人家婚礼啊 婚庆啊 对不对 要用这个豪车 他过来 一共来回开20公里 赚2000块钱 不行吗 对不对 干得过 结果就出这么一事 车整个给撞 就开了 就开了一回 跟老板肯定这么说 我就偷偷干这一回 结果就正好就撞上了 老板说也行啊 一回就饶了你吧 赔60万就行了 60万 后来凑去差30万 怎么办呢 那没地儿去啊 还得找这俩毛贼 就得找他俩 对 所以这个说破烂的 这二位真是老倒霉蛋了 最后这个 引的这个当地最大的 犯罪集团 跟外来最大的犯罪集团 在他们家伙兵 把他们家变战场了 这房子估计也没法要了 这里边都差点出了人命了 这房子本来就出了人命了 他们俩 我就说吧 这俩倒霉蛋 虽然倒霉吧 你看前面那俩倒霉蛋 人家好歹 人家没真杀人 对不对 确实有人 他抢了辆车 那车上那个车主 给塞到后备箱了 后备箱 他塞到嘴了 把嘴都给堵上了 对吧 然后一怎么着 一呕吐 然后窒息了 窒息而死 这车主也是老倒霉蛋了 还是本地有名的小流氓 平时谁不认识他呀 三江口谁不知道他呀 就他们俩不知道 就他们俩是外地的 其实就别了个车嘛 对不对 小交通事故 小交通事故 开斗气车 然后又追了个尾 能有多大事 这说 你撞我 小流氓说 你们俩撞我 然后还让我报全责 要不我这车都给你们行了 然后我车也送你要不要啊 他俩人一声 啊 这 要要要要要 他们开了一辆恩手的下力 这越野车 你装一下也是好车 对不对 要要要要 然后就把那些 后备箱里去了 所以这教育了我们 说真的不要开斗气车 你真不知道对方干什么呢 对不对 这俩人是亡病途 人有枪啊 你在这小流氓 你干不过枪啊 嗯 所以啊 我觉得大家听我们这么说啊 是完全不知道 这案子是在干嘛 嗯 但这个书里边 你自己去看吧 确实也不知道 在干嘛 就是每个人 在自己的行为逻辑里边 都是正常的 都不是神经病啊 可是看着 每个人都像神经病啊 然后这个谁 嗯 这个要编中 这过来卖编中的 这伙人算是国际犯罪团伙吧 是专业的大温 干的事特别专业啊 一套编中酒店 对吧 酒店人家弄了 人家弄了九个箱子 每个箱子里边一个 这箱子呢 专门定制的啊 买的在外边看着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事的 嗯 啊 然后呢 里边都有暗格 有暗层 里边可以加什么东西 这样弄的特别事情特别好 对吧 然后呢 过安检的时候 你过说 你这里边好像有文物啊 大家看吧 随便啊 你这个 呦 你这是什么东西啊 啊 我这是大明官窑的 呦 你看真是官窑的 为啥 就是写着呢 大明官窑 大明成化官窑 假的不能再假 你要吗 一百块钱给你了 行吧 行吧 这招挺高啊 这叫藏木于林啊 就是隐藏一个树叶 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森林里 他用一堆假的 一看就是假的的破烂货 去掩藏一个真的文物 让人误以为说 这些都是假的 对 这招有的时候管用 对啊 要不说人家专业呢 这是专业犯罪 可专业了 对 你就知道了 这种书里边就是 你越专业 最后出的丑越大 就跟那个 又说到疯狂的石头了 香港大盗 来之后就没好事 这帮 这个朱老板 这个跨国的文物导卖团伙 也是到这来就没好事 他还有个新户 带这个新户 是个专业杀手啊 货相政 职业杀手 这个本案的这个这一本书的战力巅峰了 三分钟一条人命挺厉害的哈 嗯 对啊 一开始货让人切了 让本地的一个马仔 把他货切了 切了货之后派杀手去吧 把货给我取回来吧 刚把货取回来 又让这俩开假出租的说破烂了把货给截了 对 这就是刚才说的倒霉单啊 抢了这么一单 你说谁倒霉吧 谁都倒霉 这俩人也是够倒霉的 抢一出租抢一死人 那个也是倒霉啊 刚把那边中 把那个死尸放在那 往出租上一放他跑了 也等于说 就是常年遛鸟被鸟捉了 就属于这样 对 这个职业杀手 让当地俩小流氓 这刚从事犯罪活动的新手 给人截了 马上回来 这个最后找人家伙并去吧 最后让警察 俩派出所警察 把这帮人给团灭了 这个派出所警察开的拖车来的 从他们俩的角度来说 你看我到三江口来 先是你切我的货 你切完我的货之后 你还切我的钱 这钱也没给我 还把我箱子添走了 往上回来 你还把我套出来之后 你还弄警察来围捕我 差点让警察把我给抓了 对 最后我行义 对 他看到的这个角度 就是这样的 说当地的手术 他说的挺大一老板 对吧 结果就整这么一出 因为这里边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编中 这是一套的 对吧 一套它是九个 一开始是为了表示诚意 投资合作吗 说咱先试试试交易一把 一百万美元 先拿着一个小的 对吧 先拿那个最小的九号编中 这个九号呢 一拿咱们这个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完了之后 下边咱们就建立了 这个诚意了嘛 后边有多少钱 咱们就好说了 好家伙 本来说的挺好 挺专业啊 钱拿走了啊 我可拿走了啊 半小时以后货就到 说的很牛的那个样子 结果得亏人家首付 不信任他 说你这半个小时 你这等半个小时再走呗 哎果然 半个小时以后货就被人家给切了 这里边到底谁切的呢 一开始也没往这个老板人身上怀疑啊 后来结果这个切走货的这个人 把他杀了嘛 临死之前杀了 最后一个电话是给这个老板的公司打的 对 那啥意思呢 你说啥意思吧 我完成任务了啊 这个盖接账了 你一般想就是这样 但其实实际上只是说 他这是个个人行为 他把这个货弄下来之后想着就 我转一下 两边我都转一笔 对不对 这边的话 我就直接卖给老板的话 我这不能多赚点吗 要不然我只能介绍个中介费 只能挣个中介费 没多少钱 对吧 现在我直接卖给老板的话 不能多 结果他能找得着老板吗 对吧 还没找着呢 人家就被杀了 对吧 只是试着联系了一下 结果这边 一查 而且还是百度查出来的 这电话就是人家公司的电话 所以什么叫阴差阳错 就是这样 老板还挺冤枉的 这事 就因为这一笔交易 交易来交易去 最后还那么不顺 但是更大的问题在后边 这事就不管了 结果外来的黑社会团伙 还老盯着边中不放 本来是 边中让人切走了 再一查 顺着车查 发现是一个 挺不起眼 一车破烂 但是门口还停着一辆车 一看是谁 正好是当地首富 他们家的车 上这交接来了 还给我眼着耳目 弄一个垃圾厂上这交接来 对 实际上还是你们家 这几个馅一纸 都指向你们当地的地头蛇 想压我们外地的 想过来切我的货 想压我们过江龙 对吧 对 没有这样办事的 对 这也太气人了 太气人了 而且后来在那个广场上交易的时候 还撞上他们了 碰上他们了 碰上之后 结果还埋伏了一堆警察过来追我 我的天哪 就跑 真是共戴天之仇 你说黑吃黑 也就算了 你现在这是坏道上规矩 你弄警察来弄我 你这太坏规矩了 其实人家那首富 周中人家也冤枉 这警察也不是我招来的 对不对 他是来交易什么东西的 就是那俩笨贼 去真去到那个首富家里边去了 而且真把那个保险柜里边 东西拿出来了 可是保险柜里没啥东西 保险柜里就是一堆合同 这合同对他又没啥用 对吧 然后上面有个U盘 这U盘你说是能是啥东西吧 放到保险柜里的U盘 肯定是有用的嘛 好东西啊 对啊 你说笨贼不笨贼吧 人家还挺聪明的 还真是拿电脑插一下 看一看 是啥东西呢 哎 就是个列表 行贿的账本啊 对可不是吧 某年月多少钱 某年月是多少钱 这不就是行贿的账本吗 对不对 这东西要被抓到了 那 官场地震啊 对啊 所以说就拿这个东西作为要挟 你说有钱没钱啊 没钱啊 有有有有钱 刚取来的一百万 那不是准备换中的 那哪儿的那个箱子里头 我跟你说 这里有案格一百万美金 此外真的没钱 谁往家里放那么多现金啊 现在除了那种贪官的钱 实在没地儿放的以外 对不对 确实有这样的案例啊 一整整出来 点钞机点坏多少个那种 是不是 就那个一份都没花 几吨现钞啊 但那种就太少见了 他这个就 其实还是比较正常的 家里不放什么现金啊 对不对 就这一百万现金美金啊 拿出来准备买盐中的 拿走拿走吧 得亏有这一百万 不然的话还不定怎么着的啊 但是也就因为这一百万美金 后边事更麻烦了 最后也是昏了头了 这个优盘也不交易了 让人泼一身份 我非得弄死咱们俩 这非得要 非得要跟人家去火遍 最后也落网 对 所以其实你看啊 咱们这样说的话 让大家听的也是一头雾水啊 但是实际上啊 这个书里面写的这个故事 真的就这么乱 比这个还乱红了 我们这只是捡了大略的 来给大家提一提啊 这里边的事啊 我的天哪 真是令人发指 没法说了这个事 然后你看啊 咱们说了半天 那个罪犯的一个事情 警察面对的也是这个问题 刚说张一扬同志空降过来 找那个举报人 等着举报人上门呢 对不对 结果左等不来又等不来 刀子干 最后这个举报人也没上门呢 对不对 结果来了之后 刚来给他的见面里是什么 他手底下这个刑警大队长 死了 死了 死就死吧 你好好死啊 对不对 他还跑到那个河边死了 爬过来之后呢 楼底下拿一个手石头 那地上还写字 写的是什么呢 虽然潦草 但是一看就知道 张一扬三个字 张一扬还能不能问 说这么潦草 你们能认得出来吗 认得出来 就是张一扬 因为这个一太好认了 对 但是张一扬 你看这书里面 还有另外一个人物 陆一波 为什么不能是陆一波呢 但是人家说了 你这一看就是张一扬 写法不一样 对呀 所以这个事 你说这就是阴差阳错 那怎么办呢 那这得证明一下 不是我杀的 要是我杀的话 这事后边案子 我都没法查 怎么办呢 就证明一下 就这股气顶在这了 对呀 看有没有不在场的证据嘛 对不对 你刚来几天啊 这是让人家全局 拿你当杀人犯看 这个确实是情感上过不去 面子挂不住 对呀 那个局长又不在啊 副局长又要避嫌的话 这案子没法查了 对吧 那怎么办呢 我有不在场证据 你干嘛呢 那天那个案发的时候 我洗脚了呀 好那洗脚好办了 你就把这个技师 那个号告诉我 你查不就完了吗 我在家自己洗脚了 哎呀 这副局长 娱乐生活比较匮乏 看来你比较丰富 然后呢 那怎么证明啊 你自己怎么证明 手机 你手机是不是可以定位啊 手机定位 有什么软件 能给你手机定位的 能看一下 我手机上用默默 这个挺接地气的 人都不信的 你一个堂堂的一个副局长 在家看着电视 洗脚翻磨磨 哎呀 局长您还干嘛了 还有别的吗 我叫了一外卖 叫外卖了 叫外卖了就好办了 外卖员上门了 能看见你在 那不就能证明你在家 对不对 问问呗 问外卖吧 一打电话 外卖员一说 要到警察局来配合要查 可以啊 一会就到 再打电话 没人接了 电话关机了 不接了 一查呢 找这个人去 因为是明智嘛 公司那边一问 这人发现是个失踪人口 临省的 失踪了好长时间 他丈夫呢 也是个失踪人口 对呀 好歹留了个地址 这个 现场看 有地址 看上去吧 气急败坏的 这个张一昂 带着大伙去现场看 一问邻居呢 平时两口子在这开了一个小卖店 男的平时在家操事小卖店 女的出去送外卖 俩人带着个孩子 一个小时之前 着急忙慌的 关了店 就走了 说家里有事 急急忙忙的就走了 那怎么办 那也没有别的怀疑 你没法查的 大伙子走了 走了就走了吧 就算了吧 回来再说吧 那不行 你要还张局长的清白啊 你这走了 这不查 这事我回头这案子怎么弄啊 这事 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查啊 你也没有搜查令 对不对 然后你也没犯什么大事 送外卖不犯法吧 对吧 对吧 走了就不犯法 最多不就是躲账吗 躲债的 这种社会上挺多的 我躲债的 我隐形埋名去别的地方了 这个警察也管不着啊 对啊 所以张局长得想办法 让他能查啊 怎么办呢 他自己背里边 塞了二百块钱 说你看走的匆忙 连钱都不带了 呀这有钱 打开看看 打开看才知道 哇 这不是一般的走啊 这就是真的不想回来了 里边乱七八糟 屋里跟糟了贼一样 一片狼藉 能带的东西 之前东西都带走了 嗯 这就是不打算回来的样子 对 但就算这样 你也没有理由去查人家 对不对 你没有别的证据 对不对 但是这个张局长 就力排众议 全程围捕 一定要把这一对夫妇抓到 大家跟他看神经病似的 你这 这犯得着吗 这事 吃当的嘛 对啊 就给你送个外卖 招事惹谁了 对 这事 结果 说阴差阳错 就在这个地方 你既然说了 赌吧 赌真赌着了 赌着之后 结果 这妻子没说啥 这个丈夫上来投一句话 就说 我 我是 人都是我杀的 我身上15条人命 然后跟我老婆 一点关系都没有 嗯 你们赢了 你不就抓着我了吗 我认灾了 你看 大伙都懵了 什么玩意就15条人命 谁帮你人命的事了 结果再一查 果然 这是公安部的A级通缉要犯 嗯 这个身上确实是15条人命 跨省作案 嗯 用的 在这边用的身份也是假的 对啊 所以说 一下就服了张局长了 这张局长真了不起 这刚来了一个星期 破了 带着我们破了这么一个答案 因为这个人 好多年了 流窜作案 到处都抓不着他 对 就在我们小小的三江口 就抓着了这样的人 这是大家都立功了 所以 这至少一个集体等功 你看到这 因为这个案子 其实是刚开头的 头一个大案子 对不对 然后 你就看得出来 这书他打算 怎么给你讲这个故事了 这事 你看 别的就很 就是完全就是懵的 对不对 这就是撞上的 但是这个张局长 要跟大家解释说 这个事啊 这个我们是定点 推送的这个外卖平台啊 然后就让他上门 然后我雁名正身啊 对不对 这事 哪有啊 这反正市里没有吧 对吧 这是省里边 有特别的这个线报 对不对 然后就为了让张局长上三江口来立这一大功 就是送魏嘛 魏京验嘛 但是我们也没什么准事嘛 局长带着我们一块立功啊 就张局长一个人在北京出差呢 在北京学习呢 除了他都有容颜 就他一点边都没站 也是个倒霉蛋 对 对这也算倒霉啊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就是这么破的 这是开头的案子 后边的案子 其实稀里糊涂也是这么破的啊 你要说这警察没本事 那也不是 你说他不英勇吗 也不是 那后边应勇跟歹徒 搏斗 屁股上面都给打开花了 那也是他 对不对 但是他为什么深入敌后呢 啊 魄于不耐吧 这个可以细节的 大家再去看 非常有意思 对对对 还抓了一个本地 常年盘踞多年的开赌场的这么一个犯罪团伙 这个这事也是也是稀里糊涂 咱中间过程咱就不说了啊 这个老大他们是也是四人组啊 这个号称什么梅林阳蟹啊 这具体代表什么意思 大家自己去看啊 这个就是个倒霉的一个梅啊 这嗨 老大就姓梅 梅东 梅东 不是梅西啊 梅东 梅老板 梅老板 倒霉的梅老板啊 这个梅老板 常年在国外本来是 然后这个老二死了 老二呢 就是咱们前面说的那个开斗气车 然后在自己的车后备箱闷死的那个 他后来尸体被找着了 他死了 这这事 说咱们是不是想办法把这个老大给调回来啊 他能回来吗 这不知道 看他们的兄弟情义了呗 结果人兄弟还真仗义 一说接到这个死讯 马上就回来了 头一天说第二天就回来了 说呀 他不是在国外吗 第二天就回来了 他其实就是整了容嘛 照着别人整了容 看过那个电影叫换脸的那个电影 对 他是照着别人整的容 天天用人家的护照 其实早就在这个省内了 就在隔壁市 这听说有事了 连夜就过来挺仗义的 过来之后 本来是设计要调他嘛 确实是这个警惕性比较高 他不仅是整了容 他还安排了阳武者 到必要的时候还得替他去挡枪 对 安排自己的小弟走一条路 自己呢 其实早就设计好的啊 退身的这个路线 对 走到了这个地下停车场 啊 一看哎 这还有警察 我怎么办呢 哎 那时候怎么脱身 人家想的也非常巧啊 这有辆垃圾轻障车 那进垃圾车 垃圾车一走 不就出去了吗 对不对 这个正常的吧 结果旁边就是这位张局长 因为张局长把人全撒出去了 他在地下室这个车库 这地方正在这坐镇指挥呢 一看呀 怎么悄悄悄下来一个人 还微悄悄悄的 直接进了垃圾车了 那怎么着 悄悄就过去 里边都准备要放枪了 这个看过来 又如果发现他的话 就怎么着 结果这张局长 没来那些复杂的东西 把那车门给锁上了 直接就给套了 就那个垃圾箱 不有锁扣吗 叉叉就给扣上了 就给扣上了 他也不知道这是谁 根本就 然后一会儿 那个人陆陆续续回来了 说哎呀 这个让老大给跑了 小弟我全抓着了 这老大就跑了 真不知道去哪了 而且他据说还整了 我们都不认识他 怎么着 这事 哦 是吗 那这个车里边 是不是就是他 外边喊的是 你是没动吗 我是 我就是 所以 你看这功劳部上 又记上这么一笔 这是一个跨境的 金融犯罪团伙 对不对 破坏金融秩序 然后在境外涉赌场 把本地的老板弄出去 然后让他们欠一屁股债 回来呢 这个老二和老三 负责收债 就这么一条龙 就这么给破了 稀里糊涂就给破了 这也是 哎 真是运气好 这韦小宝那个感觉 服将 对 但是我也 咱们也得说 人家也是有目标 就这个案子 还是有方向的 知道是要诱补他 然后只不过 这个抓捕的过程当中 有点阴差阳错 对不对 但是正想后边 有些这真的是 这完全不知道 自己要干嘛 本来干的那个事 根本不是最后那个事 这就得说到 最后那个组案子了 对不对 是啊 咱不说了嘛 来的时候是有一个举报人 然后这个举报人 说是你来了 你我只要看到 你这个副局长换人了 派的是你的新夫过来 我就上门 我就告诉你 怎么怎么回事 但这个举报人 自始至终都没有出现 最后查来查去 查到谁呢 就是跟这个 死了的这个行政大队长 跟他们老关系非常好的 还有这个首富 他们都是在一块玩的 从小玩到大的 都是发小 然后其中还有一家 还有一家呢 这个兄弟俩 老大叫朗伯文 这个他们家爸妈呢 都是一个老师 然后早年的也是做生意嘛 做那个汽车休息场 然后那个休息场 他们家比较宠弟弟 宠老二 把这休息场 就交给老二打理了 那个父亲去世了 然后母亲也就 把这个整个交给老二了 但是老二呢 经营不善 后来这个要倒闭的时候 老大回来接手了 老大回来接手呢 把这个东西又干得起来 这个兴旺发达 然后老二手里边 发生没多少股份了 也就1%吧 对吧 然后当时说这个事的时候 这个这个 老大叫朗伯文 老二是不是叫朗伯图啊 哎 这个局长你怎么知道啊 老三是不是还有个妹妹 叫朗伯翠啊 没有 这真没有 这为什么呢 哦 这英语老师是没法当了 这个口音实在是 他插到姥姥家去了 所以你就看这名字取得 其实很随意啊 老大朗伯文 这不就是number one吗 所以老二叫朗伯图 这个东西 这个你要读出来吗 我第一遍看书的时候 我说什么朗伯图 朗伯文 什么意思 哦 读一遍 读一遍才能明白 是什么意思 所以他就埋的这种小稿 埋的特别多 然后这个朗伯文 朗伯图 他们开的这个公司 叫奥图公司 结果就因为这个 这个局长就开始在这 发挥想象力了 说这个公司 开的叫奥图公司 然后这第一开始 是弟弟经营的 后来弟弟就老赌博 什么的 就给败掉了 败掉之后老大回来 然后把他给收回来 这就有家庭阴谋啊 对不对 所以这老二肯定怀恨在心啊 怀恨在心 那就把这个 就是他们这几个人 就影响他的这些人 一个一个都要干掉啊 对吧 然后先是干掉了 这个刑警大队长 对吧 后时干掉了 他里边这还有个 叫陆一波的吗 对吧 把这个也给干掉 然后用的手法都是一样 这个一会咱们再说 然后最后说 那老大呢 老大估计也是 已经就被你干掉了呗 说是失踪了 那还不就是被你干掉了 结果 结果 把这玩意一说 本来这个 这个朗博图都已经 承认了的 说人就是我杀的 结果他把这理由一说 朗博图差点没气死 最后气吐血了 真的是气吐血了 因为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虽然结果确实是他杀的 对 但是 好好的 我跟我哥亲着呢 对吧 我哥把我这个 败掉的家业又给挣回来 我感谢他来不及的 我为什么要杀他呀 对不对 我为什么要杀这个刑侦队长 为什么要杀这个路易波呢 因为他换我们事了呀 对不对 他们发现 威胁到我们这个犯罪团伙的核心利益了 对对对 所以啊 所以这必须得把它干掉啊 对吧 然后什么我就记得我大哥 那你这个奥图公司怎么解释 奥图 奥图 奥图就是奥头啊 奥头就是汽车啊 旁边警察还在这拍案的说 你别骗我了 我知道汽车是卡 那旁边一讲 奥头奥头也是汽车 所以整个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然后就这么阴差阳错 居然被他找着了 这就其实是我们一开始说那个谜底 这个 这个副局长是谁干掉的 也是他们干掉的 而且是这个朗博图 他背着这个他哥哥 背着这个老大几个人 偷偷猫猫的自作主张给干掉的 对 人家实际上这个刑大队长和这个当地的首富 人家关系好着呢 都是他自己脑补出来的 对 但是这个确实是刑大队长这个人为人很正直啊 对 他也是一直在搜集自己发小的这个犯罪证据 确实这个仙人咱可以谢个底 仙人其实就是他 他就是这个老人 出师未接 身先死 这还没接头呢 自己先被人杀 人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 提示要来的这个人了 人家这不是死之前 还要拿个说的那写那么张一昂的吗 谁让他看不出来呢 让你张一昂赶紧注意 我这有东西 这个大家注意啊 这个如果说自己要被人杀了的时候 写名字要写凶手的名字啊 不要写自己亲人的名字 这容易被人误会 写凶手的名字也写过呀 比如说那个 那个谁就是那个江南七怪 谁南西人死的时候 非要写一横一竖啊 对对对 还要直接进入主题啊 不要写些多余的话 写什么杀人者奶 哎呀 有这功课早写完了 看来还是你有经验 除非你有武松这么从容 杀人者大虎武松爷 你得有时间 你这都让人砍得快断气了 你还写什么张一扬 你这也写陆一波不就完了吗 哈哈哈哈 写陆一波的话也会引起误导 反正总之吧 就是因为这个阴差阳错 他把这个信息给汇错了 然后引出来中间都没有这些破烂事 哎呀 所以这个书啊 你要去看下去的话啊 我觉得因为看书的这个这个感觉 跟看电影还是不一样的 看电影俩中头 然后要把这东西很密的弄进来 就是你光光光撞的 其实这书啊 他就是照着电影写的 其实照着电影写的 还不在他这本书的主体 他最后啊 有一张是番外片 这个番外短片呢 其实这个故事 跟前面的故事 基本上差不多 但是呢 他里边有些关键人物 还是也改了 比如说里边就没有出现 这个张一扬 对吧 里边那个人物线索 稍微给归病了归病 就没有那么复杂 那还是挺复杂的 那个东西 人家作者自己说了 那就不是给读者看的 但我一看我很明白 这就是电影剧本嘛 一个一个场景里边 发生了什么什么事 明显就是这个电影文学剧本 就是分场那种剧本 对不对 这东西一看 这就是给将来做影视改编要用的 他作者的意思就是说 我就要出版嘛 出版了之后 这个东西版权不就是我的吗 我直接出版的话 这个版权天然的 我都不用去做那个证明 对不对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不是给读者看的 你要看那个的话 你除非把前面故事全看完 你后边看 还是大概能看明白的 但是跟前面故事 还是有点差别的 但他前面写的这些 其实也是已经够复杂了 你就多线头叙事 真的是挺不容易的 你稍微一不小心 就乱套了 我们前面跟大家说的 都是剪几个例子 过来给大家捋一捋 说一说 就说他好玩 讲的这东西很好玩 很有意思 这个语言风格是这样的 这个里边的人物行为是这样的 就他其实是一种消解 你特别专业的杀手 最后也就奇效皆非 最后犯那种低级错误 然后犯低级错误 还不是他的本意 人家就在他的正常逻辑里边 结果谁想到碰下这种 这个巧的不能再巧的 不按常理出牌 对呀 全都不是常理 所以这种剧啊 就是在戏剧舞台上 我来说的话 应该是个闹剧 这闹剧 其实你说他就是太闹腾 怎么那么着 但是你要想写好 还真是挺不容易的 是啊 这个奇案流 也倒是还得要回到案子上来 这里边设计的 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是就是这个刑单队长 他身亡的这个现场 和呢 这个水疗会所的这个妈妈桑 他们俩死亡的这个场景 我觉得有点意思 他那个老板 路易波 就这三个死亡现场 当然了这里边就涉及一个法医 这你同行了啊 这个陈法医是三江口市 唯一的一个法医 他垄断了三江口市的这个尸检业务 而且他这个权威不容置疑啊 就反正我的点从来不会出错的 你局长 你局长说了也不算 这是我的地方 我说了算 对 然后李倩说 李倩说你这小猫丫头 你说了也不算 你再有背景 再有背景说了也不算 你犯罪嫌疑人 你犯罪嫌疑人 说我说的不对 也不行 对啊 所以那个最后那个朗博图嘛 最后就说 那就不能是你这个尸检出错了吗 啊 这个陈法医听说这事 他就急了 拿着几泡刀就过来了 就拿咱们柳月刀是吧 拿着柳月刀就去了 然后一敲门进来之后 啥都不说 挖拿着柳月刀 直接按您脖子上去了 是你 你还说我这个法医部专业的吗 这个朗博图吓坏了 说听说过警察可能会上点手段 那没见过这样 就拿刀来杀人的吧 对吧 心里边哗 已经说不出来了 心里边说警察杀人了 警察杀人了 这样 具体的这个解密 我们就不说了 说一下他的这个 这几个手法 当时这个刑大队长 被发现的时候呢 身上有好多数的骨折 有擦错伤 然后还有好多的刀口 这个刀呢 正面背面都有 有的是刀刃冲上 有刀刃冲下 因为从表皮上 从皮肤上呢 他的那个创口 其实就能看出来 用的这个刀具 大概是什么样的 我们都要损伤形态去 就是你想象一下吧 你这把刀的切面 咱说单刃的刃具吧 他的切面是一个非常非常长 狭长的等腰三角形 或者说不等腰的一个三角形 那么他捅刺在皮肤上的时候 会在皮肤上留下一个 跟他形状 切面形状 一样的创口 那么这个创口呢 其实就是有一个尖 然后还有一个底 那么底的这边呢 就是刀背 然后尖的那边就是刀刃 他这个犯罪现场 经过一检验呢 发现呢 这些刀呢 不一样 因为你捅进身体里边 那个刀有多宽 你这个伤口就有多长 有的长 有的短 就有证明有的刀宽 有刀窄 然后有的刀呢 刃口冲上 有的刀刃口冲下 这个就不符合一般的逻辑 因为咱们一般来说 我用刀捅人的时候 那就是说刀刃冲着我的脚 就冲下 这个压着这个这种角度 然后也有捅伤 然后也可能打起来 有激烈搏斗的时候 那个批刃的那种伤 对不对 对 这个是一个正常的搏斗 但是他这个身上全是刺创 就有刃剧的 除非这就是一个 除非这就是一个武林高手 对不对 对 然后还同时呢 这个砍人中间还换刀 还换了别的型号 然后这个 有的时候热尔冲上 有的时候热尔冲下 就跟这个人后空翻的时候 出了一刀 然后就把他给捅了一个 所以结论就是 他现在被车撞了 然后又被人捅了这么多刀 这刀就刚才说的 这种状况实在是匪夷所思 这可能不是一个人 也可能不是一把 但是 现场就看到一个人的脚印 是不是 是 就一个人在追他 因为追到了河岸边嘛 这有脚印啊 然后呢 他有入水的痕迹 然后呢 又有这个死者 从水里又在对岸 爬上来的痕迹 对岸那边呢 又没有别的人到他身边去 对 就这么一个犯罪现场 震动的大家 莫名其妙 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做的案 怎么用的手法 对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看原文 然后到后来 那个路易波的时候呢 这个一看事件 跟这个差不多 不是差不多的问题 然后这个法医 当时就得出结论来了 这就是同一个人做的案 说为什么是同一个人做的案呢 说这么几刀 这个确实还是角度不一样 上上下下 什么死亡都有 而且最大的问题是 这个角度 跟上面那个角度 是完全一样的 怎么这也不可能 是完全一样的嘛 那就完全一样 就说明 他是什么 怎么这么死的 好吧 这个咱就不接底了 你就知道这个事儿 这个法医 是很厉害的 就是也是同样的 判断了这个死亡时间的时候 判断这个水疗汇损的 这个妈妈桑 他的死亡原因 非常的准确 准确到这个犯罪嫌疑人 就是这个朗博图 他用的一些手段 根本就没起作用 虽然说最后咱说是 负负得正吧 这个事儿 是因为又是送兴 倒霉的送兴 好被警察 有个倒霉的送兴 老倒霉大了 这个惹了几回 或者在树立送兴 至少四回吧 至少四回 反正不挨个数了 反正最后这也是一个 大家也可以看 这送兴老倒霉大了 但是呢 最后干的这一件事 破坏现场这一件事 弄了个负负得正 反而把这个事件给还原了 所谓还原呢 你说客观还原 但是中间退理过程是错的 把这错误的信息 提供给了张阳 张阳拿着错误信息 就把正确的口供给炸出来了 这也是朗博图 最后吐血的重要原因之一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把我给炸出来了 我的天哪 我也得吐血 这难得了 下了这么大功夫 然后还弄了这个不在场证明 然后还设计了好多手段 这个东西啊 其实也是证明了 我们在现实工作里边 其实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 当事人认为非常动脑子的案例 设计了好多 实验了好多 然后用了很多的掩盖的手段 然后一系列的这个作案手法 最后发现都是 但是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朗博图 你本事最大 你到现在为止 你就杀了三个人 那张阳可是神经百战了 这个再次的刑警 再新手的刑警 至少命案的案卷 他是看过几本吧 他从经验上 从时间上 和从受教育上 都是完全碾压犯罪分子的 好多犯罪分子自作聪明 在我们一看三岁小孩玩意儿 就是这种情况 就是归结到一句话 叫天网灰灰树而不漏 对对对 所以最后的结果还是这样的 就是说这些犯罪分子 全都绳之以法 确实是这样的 但这个过程 真的是让人啼笑皆非 大家可以自己去看 所以这就是低智商犯罪 要不怎么说 低智商犯罪 它最有意思的地方是 每个人其实都觉得 自己是高智商 然后搞了一些事情 最后就只能说 你这干的是低智商的事 小孩玩意儿 对小孩玩意儿 但这个小孩玩意儿呢 是通过这么复杂的一个层层嵌套 层层交织的这样的一个人物关系 出来的这些事情 还有各种各样的巧合 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 就是巧合其实多了之后 会让人觉得这个故事写的 是不是太刻意了 对不对 是有点这种问题 这个吹也吹了 跑也跑了 该批评了 也得批评了 就是他觉得对自己来说是一个突破 绝对是一个突破 原来都是治愈系 咱已经说了 这吧 这导致抑郁的那个治愈系 但这个确实不治愈系了 你从头看到尾的话 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有多抑郁 对吧 都很轻松 你可以看得挺好玩 哈哈意乐 但除此之外 好像也没有别的什么东西 但是人家说了 这故事真就哈哈意乐 不挺好的吗 对吧 这是一个 作为一个娱乐作品 它是很成功的 你要把这东西写清楚 真的是不容易 这个我是知道 不容易不容易 但是这里边有些东西 你是能够明显的看得出来 它埋着那些稿 比如刚才说 这个倒霉弹宋星 这个警察 那就故意塑造成这样一个形象 他前面倒霉 你就看不到后边 一定还有更倒霉的事 对吧 这他自己都说了吧 说你要倒霉 人要倒霉的时候 你别着急 后边事情可能会更倒霉 这个人生到了低谷的时候 不要气馁 还有很大的下降空间 对 这是毒鸡汤嘛 然后那个陈法医也是 你看他第一开始的时候 所以我就说 大家看这个书的时候 你可能也能看到一些写作的一些技巧 就是说你看到这个陈法医 开始强调说 我的法医绝对是 不要质疑我的专业素养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 他后面会反复强调这件事情 你看到后面 他可能会在这上面还会有戏 果然在后面就有戏 就是他专业素养上面 受到了质疑还出了一个一节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事 对 然后那个李倩也是 就李倩他 就是就是一个反差萌 就是他本身是不想出现场的 结果他老出现场 对吧 出了现场之后 本来说你是不是还要保护你啊 你还是个累赘 结果人家不光不是累赘 人家还就因为他破了一个又一个的案子 你到哪说理去 但是李倩这个事确实挺惊险的 回回有事 回回有危险 甚至是生命危险 也挺不容易的 作为一个小女孩来说 没被吓倒 我下次还要去 这就是写小说啊 这个现实当中风波一击 好吧 咱们这次起烊柳叶刀啊 咱们这个故事啊 算是没有完完整整给他讲啊 这个要真讲不完的话 这个事情也是比较费劲 也是没那个必要 讲出来之后 还是不容易自己看书看得好 咱们就提了几句 大家看到了这里边的这个风格 看到了大家如果喜欢这个风格的话 可以自己好好去看 如果不喜欢的话呢 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些 比较传统的这种侦探小说啊 也可以在《月亮柳叶刀》里边再继续听啊 我们还有很多这些传统的不传统的吧 反正各式各样的这种奇案 还会在我们这地方出现 好吧 咱们这次《月亮柳叶刀》的节目 到这为止了 咱们下一次又跟大家拆什么样的奇案呢 敬请期待吧 也请大家对于自己感兴趣的 或者是希望我们来讲的 给我们留言吧 好 《奇案柳叶刀》 这期就是这样了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